好 各位各位歡迎大家回來 逢星期三晚的樂器迷時間 不好意思啊 兩個禮拜小弟去了旅行 回來好像還有一些咳咳的 不要緊 現在回到樂器迷的時間 今晚的節目主題 其實本來是上個禮拜做的 因為上個禮拜是上一 好 剛好正日 哎呀 可惜啊 不要緊 因為上個禮拜 剛好就是日本的一個動畫大師 金敏的 世世六周年 六年前過世 所以今晚的節目 我們就會講講這個 金敏 聽過日本動畫這四個字 第一時間想起 應該多數都是宮崎鎮 宮崎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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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有黑羊等等 但是今晚也是一個非常之 不容忽視的一個人物 其實他是很小鏟的 他拍過 即是他畫過的電影 其實數上電影的四部 嗯 是 即是場面電影來講 四部 他整個 我粗略這樣 看一看他的電影 其實阿金敏 即是未算他那套拍不到的 因為他過身拍不到的 做夢的東西 其實呢 他拍過的電影 就是得 對不起 他的作品 是只有八部 即是導演的作品來講 只有八部 有短片 亦都有電視動畫 是的 因為他早期的時間 都是做幕後的美術監督的工作 但是 但是他在這個 那個動畫界 其實他的影響力都很低 一陣都可以做 沒錯 很革命情的 因為他的動畫 不單止只是震撼到日本人之餘 其實外國人都很喜歡他 是 很多大導演都 參考過 超過 是的 什麼都有 到底有哪幾個呢 我們 一陣再講 一陣再講 其實今晚 supposed是有四部電影 但是因為其實 我們去年 有個 topic 叫遊走大佬 已經有講過 阿金敏的 動夢偵探 即是這個 Christopher Nolan Inception 的靈感來源 是的 你想想 Christopher Nolan 都要去 學他 這一下 都有 所以 大家都可以 聽一下 跟著我們今晚 講的三部電影 會有 哪幾部 是有 有 今晚的第一部電影 這一部 我覺得真是 好瘋 如果作為第一部 真人動畫場面 沒有記錯的話 就是 這部就是 1997年的 魅麻的寶屋 這部電影 我推介了 你已經很久了 我記得 你好像是 由 去年年中 一直在我面前 吹奏吹奏吹奏 吹奏 吹奏到現在 我終於看了 我喜歡在飛機上面看 是 好了 先講講故事 女主角 這個女主角 魅麻 本身是一個偶像派的歌手 一個女子組合的歌手 因為在事務所的安排下 要做一個轉型的工作 就是 由這個 歌手 轉型去做一些 其他崗位上的 脫離女子組合 就是 大家如果簡單想 就像AKB48 大島休止 畢業之後 他就要去拍戲 前天燈子好像也是 都是 熟悉的 不是 因為 我們都有講過他們的戲 是啊 因為都有講過 所以都知道 這件事情 魅麻 要轉型去做一個電視劇的女演員 當然 轉型這件事情 就不是說轉了就轉了 不單止在工作壓力上 都不同了 之餘 魅麻也留意到 身邊 開始出現了一個 都幾變態的 狂熱粉絲 在她身邊 已經在滋擾她的生活 加上我剛才所說 魅麻也是一個 有工作壓力的人 所以 其實在這麼多重的壓迫下 已經開始出現一些 焦慮 還有幻覺的一些情況 還有你都開始質疑自己 其實當初 離開偶像派歌手的一個決定 是否正確呢 但整部戲的轉捏點 都不是不在於這裡 轉捏點就是在於 因為魅麻 在電視圈裡 事務所 還有電視劇的編劇 決定 安排她拍一場 脫氣 強暴氣 不是脫氣 是在劇本上寫了一場 強暴的氣氛 還有她為雜誌 去拍攝一些裸照的工作 很像TVB 對 其實有點像 但你看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很TVB 對 就是 魅麻 這個時候 魅麻一直都很想 得到別人認可她轉型成功 她終於得到了 夢寐以求的 她終於得到 人氣和認同 但麻煩的事 就開始接種而來 所有和魅麻合作過的人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連環遇害是 一個一個死的 對 沒錯 還有魅麻 有時候都很清楚她自己 其實她的貼文是很清楚自己 是不好做的 但她在精神狀態這麼大 迫底下 她自己也質疑自己 其實是否 精神上出現了問題 而自己不知道等等 因為魅麻她的角色 她對於自己脫這件事 她不太滿意 她其實不是想做一個脫星 但她走過這條路之後 不能回頭 所以她就 被迫要繼續走 同時她看到 她以前同組合的那兩個姊妹 反而越紅 她離開之後 反而為什麼組合 好像更紅 她在那時候的時期 這是一個 都幾 矛盾的情況 剛才說到她身邊的人 一個一個遇害 其實最主要是她的 那個編劇 經理人 那些 其實 如果是 在一個觀眾角度看 就會覺得 因為有一個狂迷 就是剛才說的一個狂迷 那個狂迷認為這幫人 令到魅麻去做了脫星 所以就心心不憤 就去殺死她 殺死這幫人 嗯嗯嗯嗯嗯 所以其實 都很瘋狂一下 其實那次Fancy 那 阿金敏的動畫 其實 如果你經常說動畫 可能 會覺得 動畫這件事 好像是為小朋友 一些年幼的一群服務 但是 很明顯這一部 阿金敏的第一部動畫長片 都已經不是 很明顯 不是拍給小朋友 都很 extra 美國的評價是R級 其實那時候都已經 很粉同意 你有沒有聽到 是嗎? 其實很粉同意 其實呢 剛才說漏了 就是那個狂迷 我覺得可以多說一些 就是那個狂迷呢 我後面可以再說 後面可以再說多一些 你先說狂迷 不不不不 這裡 我還有一段 事情想說 就是 其實金敏呢 就不是用畫風來去做一個 原記的東西 的一種思維 其實這部電影的情節 是很有味的 我看的時候 搭起來真的很有味 例如那時候 因為 90年代開始 不知道為什麼 娛樂圈的一些 歌手 和明星 還有 粉絲的關係 可能密切了 但是 密切了的時候 也開始衍生了一些 很瘋狂的粉絲出現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 周不時 如果有 聽鐘 有時 揭開娛樂版 周不時有什麼握手會 有些粉絲 是 什麼什麼手 什麼什麼手 我不敢說 我不敢說 但是 這些瘋狂粉絲的行為 好像 90年代的時候 是越來越勝行 我陳校長也有個粉絲 劉德華 劉德華 劉德華也有 沒有記錯 好像是 有這樣的事 還有 因為 微麻的報告是什麼 就是 一直都好像沒有解釋到 微麻的報告其實是一個網站 但是 不是微麻自己開的 而是 狂熱的 狂粉絲 幫他開的 網站裡面的內容 其實都是 微麻 每日日常生活裡面的一舉一動 一舉一動到 他去超級市場買牛奶 選什麼牌子 還有你在地鐵站 搭完地鐵 哪一隻腳走出去 那些都會寫出來 是怎樣 就是 解讀他自己的心裡面 是想什麼 所以這一點是 連微麻自己都害怕 但是 我想說的是 其實因為那時候 互聯網 開始在民間普及 其實今晚已經拋出了一個 非常大的思考 的一個問題 就是 互聯網的普及化 會對於社會 可以帶來一個 幾大的衝擊 以及 會帶來一些什麼 社會問題 大家聽到我剛才說的 那個情況 其實都已經 猜出了一意 其實都已經是 是的 還有那個狂迷 他寫到 連微麻都懷疑自己 這一刻才是 是的 我是真的這樣想 就是 微麻 他本身去拍一場 脫戲 然後他有一些 沒有跟別人說到 自己心底的說話 但是那個網誌 竟然是寫到 自己心底的說話 就是 我是不想做這些事情 我很討厭誰 那些 想不到 不是自己身軀 不是自己私障 但是 竟然 比他自己更加 更加清楚了解自己 那這個時候 也開始 你的微麻在質疑 什麼是真 什麼是假 開始越來越 模糊 整個介紹 這套戲 真假的模糊 真的很厲害 他有一個位置 他不斷在說 其實這套戲 他裡面會 氣中氣 金敏其實有很多戲中氣 一會兒大家都會接觸到 那戲中氣裡面 有一句的對白 是不斷地重複 然後 金敏是很懂得 抓住這些戲中氣 去大作文章 還有是 我想說什麼 不要緊 你繼續說 OK 其實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 金敏在這部戲裡面 其實都對於娛樂圈的生態 其實是 對於娛樂圈裡面的一些功利主義 其實是有一個很強烈的控訴 就是 剛才一直都說 就是 阿微麻 就是 嘗試很努力地在電視劇上 踏實去做自己要做的事情 但是就沒有人認可他的 就是一直都拼不起 但是呢 就居然是要用 拍一場強暴戲 還有拍裸照這些 這些 一些 賣肉的方法 來去 獲得別人的注目 那這個呢 其實是 金敏最想控訴的一件事情 你會看到 是啊 我剛才想說的是 金敏他有幾場戲中戲 那戲中戲裡面的對白 其實是反映了一個味脈 他自己內心的思想 然後呢 他有一個位置 是整套戲突然間好像跳一跳 你就會 在那個位置一跳出來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其實戲中戲裡面的東西 才是真的 但是他再跳出來 就是 戲中戲的時候就說 戲中戲裡面的東西才是真的 你一直看到的東西都是假的 都是戲的東西 但是他再跳出來的時候 就告訴你 你看到的東西是真的 戲中戲裡面的東西是假的 那個真的 連觀眾都會 有一個混淆在那裡 就是可以 做一個錯覺在 很大的錯覺 第一時間有一個錯覺在那裡 但是真的幾妙的 其實 都幾有趣 因為 很少會有人說動畫 這件事是有剪接技巧 這回事 但是金敏呢 其實我都覺得 特別是千年旅休 他也是一個 非常著重 用剪接技巧來表達時空 以及一些虛實的界限 這一點都很出色 我最後補充一點 因為小弟那時候 小弟我有這套戲的點 然後那時候有個金敏的訪問 我看了 金敏的訪問 其實最主要說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他說他的強姦戲 大家如果看的時候 就會看到很多露點 露霧等等 但其實他說 畫的時候 他沒想過會畫這麼多 但畫越畫越興奮 然後就越畫越多 自己後來 在戲院看的時候 這個也是真正瘋子 他很色情 真的是真瘋子 你去想的 他說他畫的時候 沒想過畫這麼多 在戲院看的時候 自己都不好意思 不過其實看這幾部 看金敏的電影 其實我反而覺得金敏 可以說是動畫界的 David Lynch 是嗎 剛才說虛幻現實的東西 理解和情意的方法 我覺得兩件事都很相似 剛剛我們開場之前都說過 說有外國電影會參考 金敏的作品 是啊 我看到阿朗跟我說 其實阿金敏自己說的 是啊 是啊 在訪問裡面 明張目膽地說 是哪一部電影 就是《迷上癮》 其實《迷上癮》 他的意思就是 你拿這張圖 其實還不是最準確的 不是 我只是社交圖 有一張是 你看到浴缸的畫面 真的一模一樣 也可以穿一穿 就是 就是 講一講那個場面 就是 Jenever Connery 將整個人浸在浴缸上的那個鏡頭 根本是說真的抄 是真的抄 他的意思是 別人就說是參考 但在我的角度就是抄 哦 就是參考和抄是沒有分別的 因為是真的一樣的 那個角度 那個佈置 所有東西都一樣 所以對他來說 他覺得是抄的 啊 這樣 但《迷上癮》也是一部好戲 是啊 但其實除了《迷上癮》之外 我發現到其實 我留意到 其實都不是只有這個 《迷上癮》有參考 其實《黑天鵝》 在這一部的 你買的一部 我也相信學了不少東西 其實都在一個虛實的界限裏面 而這麼巧 《迷上癮》和《黑天鵝》 都是出自這個大倫阿羅諾夫斯基的出品 他都應該很喜歡《金敏》 我上網看一看那些文章 其實都說阿羅諾夫斯基是多喜歡 多喜歡看《金敏》的電影 做一些參考 所以這部 所以這部 微碼的部屋都可以說 真是 堅了 好堅 這部 所以如果大家有機會 其實這幾部戲都會容易找的 如果你想搜尋《金敏》的電影的話 其實相對來找的比較容易 因為小弟妹是博士 其實今晚我們間場的歌 都會找《金敏》這幾部電影裡面 用過的歌曲 其實《金敏》他用的歌 都很有他的風格 是 很有個人風格 好 我們先去歌 第一首其實是這個 剛才說的阿美瑪是一個女子組合 這首是一個女子組合裡面的歌 好 大家先聽一聽 好 歡迎大家回到我們第二節 樂器迷的時間 我們第一節說完這個 微碼的部屋 其實是這一部 才黑暗到這樣 其實後面兩部都 比較上 Lice 一點點 都是 其實如果你說他的作品 是真的只有 微碼和這個 動物偵探 是很暗的 是很暗的 還有他的動畫 電線 對 動畫電視劇 對 但是沒有納入今晚 沒有 今天 懶得了 真的很長 OK 我們今晚第二部要說的電影 就是 2001年的千年女優 故事 話說一隊攝製隊 嘗試去拜訪一位 隱居了很多年的一代女星 這個女星叫做 藤原千代子 這隊攝製隊 上去拍攝關於他的紀錄片 而攝製隊 也都是 當然 都說深居簡出 已經 因為是千代子已經 所以 不太容易見人 也都未必一定肯拍 這個紀錄片 但是攝製隊 就帶了一樣 千代子是很珍視的一件信物 於是千代子肯拍之餘 亦都是 對她自己一生 是美美道來 可以說是 因為 藤原千代子的這個角色 就 生於 這個 戰爭的時代 在少女的時期 因為千代子 救了一個革命分子 當然 那時候革命分子 都是做法 即是反派 對於日本政府來說 所以 偏偏千代子 就喜歡這個 不為勢所容的人 於是 這個男人 送了一條鑰匙 給他 作為一個信物 而這個男人 亦都離開 逃跑去滿洲 千代子 為了去找他的愛人 居然 陰差陽錯地 踏上了一個演藝生涯 可以說 因為 他被哄去拍戲的時候 也都說是 會去滿洲派 當然 千代子也是滿心歡禮 希望 可以在滿洲做 滿洲這個地方 可以 去見回自己心外的人 但是他很無心插落地 居然成為了 一躍而紅 居然成為了電影公司 甚至乎 那時候的日本 是 紅極一時的 一個台柱的人物 那 那 金敏這個導演 其實 如果要怎樣去歸納他的風格 其實是一個很魔幻寫實主義的一個人 那 那 這部人物傳記片 就不是真的這麼簡單 你看一下 聽一下 騰元尖道芝 怎樣去講他這一生的一個故事 那 那 金敏呢 其實 剛才我講過 他不是只是用動畫來援繞自己的畫風 有多麗麗 而是 嘗試 去用動畫去呈現一些 真人電影做不到的一些極限 和街線 即使你有CG 你都未必做得到的東西 是真的要動畫才做得到的東西 有一件事 金敏說過 就是說 例如你把一件物件 高速地扔到鏡頭 那裡可能要用 半秒 你用12格 但他用動畫 他用4格搞定 是 所以 有些東西你真的 因為受到物理限制 所以 你那個 你那個 菲林就算點快 你的動畫 你的CG就算點快 你都做不到他的綜合 是的 但是 動畫 反而是做到他這種 真人做不到的東西 所以 這部戲裡面 唐玄千愛子 在回憶他這一生 不單止只是他的Filmography 即是拍過的什麼電影 而在他拍電影的過程裡面 他自己也都在 嘗試在每一次拍電影過程裡面 都去追尋他自己 就是希望可以打聽到他心愛的這個男人的下落 那 他好幾段戲 其實在這個 調節上 我剛才都說 剛剛第一節都說 今晚在這個動畫的剪接上 是很高超的 那這次呢 這一部千年女優 我覺得可以說是淋漓盡致的 這一部是 千年女優和動畫偵探都是淋漓盡致的 是 的而且不簡單的 那 這兩點可以說是配合得天衣無縫 還有 當然這一份 千代子追尋真愛的一個歷程 也是 非常之動人的 的而且 據說 藤原千代子這個女主角的角色 其實就是有reference 阿金敏就是 就是 已故的 其實去年 這段時間 去年的9月 還施過身的 阿袁折子 一代 一代女星來 他不是完全以阿袁折子的背景去做 不過阿袁折子的東西跟裡面的千代子一樣 就是 他也是拍了一段時間戲之後 他就隱居 沒有再拍 之後 他就 在廉仓那一部記錯 那就是 長居之後 沒有再拍任何戲 只是阿小章安二郎過身的時候才出來 是 真的很深居簡出的一個女星 但那時候是真的爆紅的 非常之充滿 他真的拍過很多出名導演的 相信都是阿小章安二郎的外將來的 那時候 《千代子》就是 好像剛才阿Kini說 就是他拍了一段時間戲之後 就直接沒有再拍戲 所以那兩個攝製隊才會去找他 其實整套戲在過程之中 就是 除了大家看到 《千代子》的角色轉變 另外 其實還可以說是一個日本的電影回顧 我覺得 對阿 真的很崇 因為 今天阿金敏真是對於日本的電影事業 和娛樂 對於日本電影的熱愛 其實都可見一斑的 在這部戲裡面 那 即是 當大家都在一邊看著 《千代子》怎麼去找他自己 心鬼的人的時候 其實 都 對我來說 不僅是戲裡面人物在做什麼 有趣 其實 彭宇千代子拍過什麼戲呢 其實我都覺得很有趣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 講到《千代子》裡面拍的每一部電影 其實 都是有 真 即是現實中的真電影的 一個reference 例如有 黑澤民的 亂 蜘蛛巢城 不用說 這個真的 對 羅生門都有 還有 因為 剛才我都說過 阿元哲子是 小津安二郎的外長 對 所以 其實這部戲裡面 都有一些 小津安二郎 電影裡面的reference 都有 當然 還有 日本 那時候很出名的 《哥斯拉》 阿元哲子沒有拍過《哥斯拉》 這件事很有趣 但 每一個日本電影發展的 里程碑裡面 都會見到 藤原千代子的一個足跡 可以說是 如果 如果 跟著這個戲名 《千年旅遊》 其實都沒有叫錯 可以說 但是 《千年旅遊》是一個 名陷一個頭 一個名字 對 一個名字 但是 其實 《哥斯拉》 好像年老的身軀 也開始慢慢地 慢慢地 慢慢地虛弱 體虐多病 對 多病之餘 其實 開始敵不過時間 他自己都 到底 《千代子》 有沒有機會 在這個攝製隊 找回這個過程裡面 可以找回他自己 心愛的男人的足跡 雖然已經是垂垂腦耳 但是 這個過程 依然是 很感動 其實 我看到尾的時候 都覺得是 這套可以說 是我看過其中一套 最癡情的戲 最癡情的女人 應該是 最癡情的女人 是啊 如果大家有興趣 都要找出來 看一看 好了 我們這一節 講完《千年旅遊》之後 我們下一節 講完最後一部電影的 《東京教父》 先去一去 好 歡迎大家回來 今晚最後一節 《樂器迷》的時間 講完《未麻》的公屋 和《千年旅遊》之後 今晚最後一部要講的 這一部 就是 今晚的《東京教父》 到底《東京教父》是講什麼呢? 其實這個故事很簡單 只是幾句說話 一兩句都講完 話說在一個聖誕夜 一個東京街頭上 有三個露宿地 在垃圾堆裡 發現了一個 寶寶 這個 戲影的強寶裡面 只有一張相片 和一張酒吧的卡片 因為這三個人 其實都是屬於無家可歸的人 當然 這三個露宿地 一個少女離家出走 另一個就是 是… 是否叫做《Transsexual》 我們那時候是說的 是 《Transgender Trancexual》 我不聽了 應該用這個 對 即是 跨性滅者 他覺得自己應該是女人的 阿花先生 他叫 還有 以前 說自己是單車選手的阿金先生 那 這三個人其實都是無家可歸的人 那 阿花先生 那時候 其實一直都想 有一個養小朋友的想法 但是 當然 就是因為他們是露宿者 就滿足不到他們的一個 需求 這一點 所以 這三個人就決定出發 去找回這個 嬰兒的父母 那 那個故事呢 大概只有這麼多 所以大家都 都可以想像到 其實這部電影相對於阿金敏其他的作品 其實這部是 最簡單的故事上 而言 還有 我看到開場 有《Sony Pictures》 我大概都猜 這部電影可能因為市場定位 是想拍給外國人看 所以在故事的設定 上歌都設定簡單一點 比較 床衣少少 可以 易入口的方法 那 但是 其實都依然都不失 都不失為 阿金敏一部 都幾常盛的作品 其實是好看的 不過 常盛的這部電影是 其實這部電影的 是 對 的確是有 但是 有十字架 有十字架 對 例如 這部電影都可以 是頑強的 其實也是 所以 為什麼叫東京教父呢 其實 都可以說 這三個人都已經可以說 是做 作為一個 父母親 站待的父母親 對於這個嬰兒來說 是一個站待父母親的 一個角色 可以說 這部電影裡面 他剛才說 站待父母親 我認為他三個角色的設定 還不錯 有一個就是 說一個變性人 因為性別道錯 應該是一個 對 他是想做媽媽 但是做不到 所以他對小朋友很幽默 對 是很幽默的一個男人 另一個就是 一個離家出走的少女 其實他 是有少許的挾救 就是他 因為 家人不關心他 對 於是 做一些很激化的事情 很激進的事情 發生什麼事情 大家自己看這部電影 就知道了 對 所以其實那個角色設定 我覺得 對 基本上每一個角色 其實 在他們 去找 寶寶的親生母的過程 其實他們都 在找回 其實都在 揭示 和找回自己的過去 做一些舊熟的 工作 其實 都可以說是 人民精神的 我覺得這部電影 這部電影 就是金敏 剛才說的幾部電影 都是比較集中 一個人 或者兩個人 但是這部電影 其實他集中的東西 比較多了 而且他 真的 舖路 是比較清晰 沒有以 之前那種 有 虛幻 跳來跳去的那種 感覺 但是 沒有這種 跳來跳去的感覺 但是 金敏 其實在世紀上 很高 也是 一個很喜歡玩 很有玩味的一個人 例如 大家看到 1000日圓 上高 這個人 如果大家有見過 日本的 10000日圓 對不起 10000日圓上高 的人 其實不是這樣的 但是 角色不開心的時候 公仔 紫費上的公仔 會變化 就是這種是有點coast的玩法 但是 如果沒有記錯 阿朗 那時候 你跟我說 這一部 是 金敏 回歸城市的一個 主題 對 其實他回歸城市 第一 他畫的東西 是比較 大家生活上看到的東西 比較多 嗯 那 其實我不排除 有些景 可能是真的 其實很多景是真的 有人找回歸城市 是真照片 即是用真的 對 對 不不不 好像那個叫什麼 不 因為我在電影中 看到這些背景 是不像是畫出來的 有很多是 我不知道是否真的拍出來 但是 好像日本有 廖蜂蜜 新海城那些 都很喜歡 畫實景 嗯 其實他有部分的場景 都是畫實景 都有人去 跟隨這些場口 去拍照 都有的 另外 其實如果大家 真的追追金敏的作品的話 有看過 《我想代理人》這套 電視圖畫 你會看到裡面 其實有些東西是 《我想代理人》的 是嗎 是 其實最主要是景 人就沒有了 但是景 你會 可能發現你會有些熟成 例如《公演》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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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肯定是否同一個 但是看的時候 你的感覺會很像 也 有可能是 有這樣的事情 但是 金敏這一部 無險的前景 即是說來 真的很戲劇化 但是 其實每一個人 都是相當之 有血有肉 又很飽滿 他的角色也非常有 他自己的一個 功能 以及一個 可以作為一個 思考的一個 可以作為一個 反思的 教材 可以說 所以這一部 其實 都 我眼中 都是成功的 金敏 基本上 我沒有看過 有一部 小產 沒炒過的 導演 所以 如果大家 都想看看 這個 垃圾堆中 找到的 耶穌 可不可以找回 他的母親 大家都沒有錯過 這一部 東京教父 所以 今晚 就 介紹三部 金敏的電影 如果大家 都想聽回 另外一部 《道夢偵探》 大家可以找到 我們去年 暑假的一集 《遊走大路》 那時候 是用 《Inside Out》來做主打的 大家可以找到 這一集 聽聽我們 怎麼說的 《浮夢偵探》 今個星期的節目時間 來到這裡 我們下個星期的節目 因為 今個 9月4日 就是 這個星期日 就是 大日子 立法會選舉的日子 我們下個星期會 會講 四部 關於選舉的電影 第一部 這部 很出名的 這部 我們香港人 本土製作 但是 大家看的 可能不太關閉 就是 杜Sir到其風的黑社會 但是 其實 和現在 香港的政治環境 其實是莫大的關係 這部電影 第二部 就是選戰風雲 左自古來 自編自導自演員 那部技賽 對 另外第三部 就是 洗露物靈 那 就是 丹蘇華正敦 影底級人馬 其實這部是翻拍的 原版好像是1962年 對 大家如果想聽聽 關於選舉的電影 是 怎麼回事 大家下禮拜也不太錯了 那 今晚的節目時間 來到這裏 各位觀眾晚安 拜拜